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五百一十九集 纪正廷在电梯合起的最后一瞬 隐约看到了一张侧脸 他惊了一下 高兴注意到他的异样 问他 怎么了 总裁 此时 电梯已经上去了 纪正廷觉得可能是自己看错了 他摇摇头 电梯很快到了五楼 他们没有任何准备就直接找了过来 多少缺乏防范 而且刚才楼下的服务员叮嘱了 说是刚才上来了几个男人 让他们小心 为了以防万一 高兴对纪正廷说道 总裁 待会儿我先去敲门 您在暗处先观察着 纪正廷没作声 高兴只当他是同意了 两个人顺着并不宽的走廊 朝最里面走过去 来到最里面的一间房间 高兴再三确认 最后肯定就是这间 他给纪正廷打手势 他上去敲门 让纪正廷躲到旁边的安全通道里去 纪正廷汉手 退进了安全通道 他也担心 纪灵看到他 会吓得再次逃跑 高兴走上去 先是透过猫眼看了看里面 只能看到灯亮 他抬手敲门 等了大概十秒的样子 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回头看了眼纪正廷 然后继续敲门 这次敲完之后 他贴在门板上 听里面的动静 但是里面依旧是很安静 电视的声音都能听到 就是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奇怪了 按理来说 就算是对方比较警惕 但是听到有人敲门 总该过来看一下是谁吧 可是这里面 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赶紧下去 纪正廷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丢下话 大不流行地朝电梯里走去 高兴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能连忙跟上去 楼下 纪灵被周少锦那些人 成功带离了宾馆 但是宾馆服务员 在他们走之后 忙不迭地 跑到门口去张望 想看看他们往哪儿去了 又心急地看向里面 希望刚刚胜去的两个男人 也就是纪正廷和高兴 能快点下来 纪正廷和高兴下来后 在吧台里没有看到人 高兴眼尖得很 一下子看到那个服务员 在外面张望 高兴走过去问他 喂 外面下雨 你在外面看什么呢 你们可算是下来了 刚刚那帮人把你要找的人 给带走了 纪正廷冲上来 就揪住服务员的衣服 他们往哪儿走了 几个人 就往那边走了 服务员指着西边的方向 他们是三个男人 开一辆黑色车 其中一个这两天经常过来 还有两个不认识 你看一下 经常过来的那个 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高兴从手机里 翻出一张周少景的照片出来 举在服务员面前 对对对 就是他 这个人很阴险狡猾 找了一帮人来教训那个女孩子 又在那女孩子面前充当老好人 简直就是人渣 纪正廷又对服务员问道 那你知不知道 这些人平时都出没在什么地方 这个 我就不太清楚了 服务员摇摇头 行 感谢你啊小伙子 没事 我其实早就想暗中帮助那个女孩子了 可是 可是他们连房间都不让打扫 我实在是没办法 谢了 你有这个心 我们就很感激了 高兴在对方肩上拍了拍 不过 我现在得去救人了 我见 哎 你们得小心点 这帮人都是不怕死的地痞流氓 什么缺德事都干 前不久一个女孩子被他们关进一个废弃修理厂好几天 差点给活活饿死了 什么废弃修理厂 哦 就在前面不远处的白沙镇最北边 那边不少废弃的工厂 几乎就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仗着收费品 却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高兴和纪正廷对视了一眼 然后匆匆地离开 另一边 宋清晨嘴巴上的胶布已经被撕了下来 几个负责看守他的男人 这会儿正在开心地数钱 啊 几位大哥 我已经把钱给你们了 你们 是不是该把我放了 你急什么急 就算哥儿几个现在放了你 你知道这是哪儿跟哪儿吗 你能走得出去 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对方还处处为他考虑的样子 宋清晨很无辜呀 谁要你们操心那么多了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们操心 少跟我废话 这钱现在跑了几个取款机 採取了这么几万块钱出来 万一你明天去银行里 把转账给撤回起来 咱哥儿几个不是白玩了吗 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大笔钱 当然不能出什么岔子 宋清晨还第一次听说 钱转出去 还可以再撤回来的 那这钱要多久我才撤不回来呀 二十四小时 那我岂不是要到明天这个时候才能回去啊 宋清晨觉得 明天这个时候 自己可能依旧没法回去 这也不一定 明天银行小班你就可以回去了 宋清晨没辙了 可是你们这样关着我 我家里要是找不到我 他们肯定会报警的 他知道这些人贪财又胆小 所以就吓唬他们 要知道 他可是费了两个多小时的口水 才说服这些人 他给他们五十万 保证不报警 让他们放了自己 这些人一听到他们现在的行为是绑架勒索 是严重犯法行为 而且要判重刑 这些人就怕了 然后有人提议 赚点钱放了他 觉得这样就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了 你手机会一直保持通常状态 只要你家里给你打电话 你就得找各种理由忽悠他们 否则 我们就得把你交给我们老大处置 那你们老大到底是谁啊 我妹妹 是不是在你们老大手里啊 宋清晨一直想套问到季灵的下落 可这些人精明得很 就是不肯告诉他 问那么多干嘛 你现在自身都难保 那你们能不能把我松开 我这样绑着 腿脚都没知觉了 宋清晨坐在地上 一直都是那么一个姿势 感觉都要僵硬了